这都是我们归一三宝以后呢 要得到的了 这个因为归的时间太久了 我也不变 然后我多说 那我这就说 厉厉的 然后说了 就是归一三宝的这个仪 那你们现在呢 是不是归得很累了 你们听懂了没有啊 听懂了 那要是听懂了以后呢 那就要一次呢 来做仪式 来受归一的 那第一呢 就是要请师的 那第二呢 就是要请圣的 那第三呢 就是要忏悔 那第四的 就是正式呢 然后受归一的 那第五呢 要发愿的 因为这会儿时间太长 我总结还要讲 就是说 为什么受三归呢 这么的重要 那我们在受归的仪式里呢 那我还继续呢 然后讲到的 那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听的 如果你能够听得明白呢 那今天受归一呢 就是在我的身心当中的 要来一次呢 然后彻底的这种变化 那也就是说 从今天呢 你要加注一种呢 然后新的这种生命的 那佛法力会成为 这种法生会命的 那我下面呢 我会一一呢 然后来解释的 归得太久了 好 一起起立 好 善男子善女人等 阿弥陪佛佛佛 刚才呢 列列说了 归三宝的意义了 那现在我们要按意识呢 进行 第一个意识呢 就是请师的 那么请师是谁啊 要请我来跟你们说 归一的了 那干嘛要请呢 就是佛法呢 尊贵 不请不说的 那来证明 不是我非来法堂 要跟你们说三规的 是你们跪在三宝跟前呢 来求我给你们说的了 所以呢 你们在阴里时的 指导下 要请师的 那请日之前呢 那要给大家 起一个呢 法名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家都有世俗的名了 你看你叫张三的 李武啊 王武了 李六的 你有一个世俗的名 不管是父母给你起的 那或者呢 你自己呢 然后起的 那通通都叫做俗名的 就是世俗的名 那今天师父呢 要给你起一个呢 就起一个法名的 就是三爹水的那个法 那为什么要叫法名呢 就是你以前是世俗的这个身体 是父母呢 赋予我们的这种生命 那今天呢 师长呢 要呢 以佛的教呢 跟七个法名 就告诉你了 从今天归一开始呢 你的身性当中呢 要进入来 加入进来一种呢 这个新的生命 那按世间人来讲的话呢 可以成为今生的生命 那从佛法里来讲的话呢 你如果按照我的话 如法地去发愿 惯想 那你的身性当中呢 要加入到一种呢 就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后这种的力量 就是把那个 按照能够通过法院 那么远景发心 然后把法呢 然后注入到身性当中来 一会儿我会解释 那加入到你身性当中来的 这种呢 今生的 这种的力量呢 就成为呢 法生灰命的 这也就是说 世间的父母服役 我们色神 那初世间的师长呢 他要能够呢 给我们建立起来 法生灰命的 那所以呢 然后叫做法明的 那这个法明呢 那前面呢 是一个书字 就是文苏菩萨的书 那底下呢 那就是你的名的了 那这个意义呢 就在于呢 就是你知道你的法明呢 前面的文苏呢 势力菩萨 就是你在文苏势力菩萨的道场 受得归异的 那文苏势力菩萨呢 那中国话的意思呢 就是妙智慧 妙吉祥 妙德的意思 那我们来文苏菩萨的道场 受归异啊 这个意义呢 真的太深刻了 就是我们首先 在佛教里就了解到了 然后那个文苏菩萨呢 他是祝福知识 菩萨知母的 他是代表智慧的 那就说修学佛法 也是这样 没有智慧呢 你就不知道 求道的 也就是没有智慧 你就不能来这里呢 然后归异的 所以这个 实在是呢 人中 当中的 这种上等的人 那就是纵化当中的 然后那个 不分托里 花的 然后他算了 香气的 所以能懂得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呢 好好地珍惜 在文苏菩萨道场 相遇的这个 姻缘的 那么感谢呢 文苏菩萨 给我们这次机会 那底下呢 就是你的 这个名了 不管是哪一个字呢 你都用很好的意思呢 都去理解它 就非常的 这个好的了 那你把这个名呢 给大家发一下 都发了 好 那你拿到这个名字呢 就是你的法名 一会儿他要歌声法名 你们就要把这个名字呢 然后记住的 好 那你们现在 已经有了法名了 那下面呢 然后以意识呢 然后进行 忽财中宝藏 非子子儿暮小 一礼明珠 必谢多儿方知 若一生 安能闻法 苟非佛法 无以出城 今居士等 深处世俗 念玉归真 你需求醒民师 启寻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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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为如等 恭请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宗教 今请师父为三规本师 今请师父为三规本师 愿师父为我做三规本师 愿师父为我做三规本师 我以师父顾 我以师父顾 得受心境三规 得受心境三规 以师父为三规本师 以师父为三规本师 愿师父为我做三规本师 愿师父为我做三规本师 我以师父顾 我以师父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